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面上的冒險 復活學生RSN冒險 那今天來介紹一下最新的這個角色呢 她是一個最大的女角 我覺得目前遊戲應該是號稱能夠號稱最大了 那假如大家有覺得有比較更大的話可以提出來討論 我們歡迎討論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好不好 應該是最大了 好啦這是趣味話題 然後旭哥渦瑞肯到695等 然後總戰力216萬9112 那像是有些專精都練到3536啦 像劍36快要37了 好 應該真的是最大的啦 最大是什麼大家等一下 大家自己知道好嗎 好那我們進入那個戰力分析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隨管復活學生RS轉彈冒險攻略 排序我用稀有度好了 換一下 那今天要講的角色呢最大的大家應該就知道 應該是誰了 看一下再來 啊就是巴巴拉 那巴巴拉這次我練到戰力是8348 然後封給LV42 然後在第38和46都是加速度 38是加4然後46加5 我是覺得還蠻特殊的 那這次其實是比較需要加智力 你知道這隻角色其實跟那個荔枝有點像 他就是一個拿著槍的法師 那荔枝是拿著弓的法師嘛 所以他們兩個角色的定位是有點像 現在遊戲都會出這種就是 拿著這個就是 不是仗的法師這樣 那巴巴拉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是最大啦 那大家有沒有就是提出 你可以提出那個不同意見啦 可以提出你覺得更大的 好不好 最大什麼大家自己知道嗎 真的我覺得應該是最大這個圖面 有比較大的嗎 目前我玩過好像他目前看起來最大 有沒有人妻玉女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第一招影符威力1BP2 覺醒的話那他這個攻擊命中的時候可以麻痺 然後機率大效果4個回合 現在練到RANK99 他的招是有練到RANK99 那像第二招能量風暴 這招很好用很實用的招是 威力7BP10然後練到RANK99 這招全體攻擊也非常實用 第三招是佛朗明歌之妖 那這招是迅速而且就是 可以讓我方就是能力值上升特大 然後兩回合這招也很實用 那這招假如覺醒的話你開場可以放啊 就是他因為巴巴拉有力量積蓄2 好我們看一下 他的被動技能組我是覺得他改的很好 甚至有魔改過 那改的很好就是他這個 第一招麻痺傳染 就是RUN的開始的時候使敵方全體麻痺 機率中效果4個回合 那這招我覺得他麻痺機率非常高 等一下我們會去實測一下 我覺得巴巴拉 因為這個魔改我真的覺得他可以稱為 就是 麻痺神角 這隻真的很好用 我覺得他非常好用 又大然後又好用 真的大 好 然後第二招呢 就是弱化能力3 精神 攻擊命中死死 目標精神下降 機率中效果大 那這招就是 邊打的時候可以邊降人家精神 也不錯 那第三招力量繼續 2的話就是 開場的時候 就是 加BP 這個也很常見的招式 那就是 搭配就是 是弗朗明跟五覺醒兩次以後呢 就是可以開場放 大概是這樣子使用 那巴巴拉其他風格 這隻我就沒有特別練了啦 這隻就還好 那他的雙龍破之前還算好用 就是可以這樣用 那現在也不需要 因為現在 有全體攻擊了 這招是 範圍攻擊 恨音烈 那 能量風暴是全體攻擊 當然選能量風暴 威力1BP7的這個揮擊 可以加減玩一下 偶爾用一下可以 他這次可以昏厥機率小 好 那巴巴拉還有 他的風格蠻多的 我也不是每隻都要 這隻是我最近才在練的 因為他是新角 加了這個痛楚就還蠻好用的 這招 這招可以練一下 就是 威力7BP5 然後看你要不要覺醒 然後再昏厥機率中 然後 巴巴拉他的 還有這個另外一個 這個是我練到50等了 這個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好 掃腿就可以進來練一下 也是 攻擊命中的時候可以昏厥 大概是這樣 還有看一下 巴巴拉還有一隻 A的 A的巴巴拉在 在哪裡 這邊 那這邊的話 他這個招式好像都還好 你假如要降置的話 可以練一下小腦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就去實戰一下 我們就去實戰 那我組了一隊 我覺得應該算是 就是 麻痺神隊 有沒有 麻痺 新世代麻痺大隊 那我們就打最新的關卡 打2-1-1 我都破了吧 我現在就是打這關 這關最好刷 最快 我都刷最快 那我組的這一隊呢 我是使用就是 這個 哈里特 哈里特就是我最近最愛用的 因為他的被動技能組好用 斬雷 然後雷之突襲 他剛好可以配溫蒂尼 再來巴巴拉就是他有麻痺 然後那個鎮長呢 是因為他開場可以降人家精神 他的這個能量妨礙可以降精神 再來溫蒂尼呢 就是也是可以降全體精神 精神衰減2 再加上呢 溫蒂尼有雷 他這個雷鳴 剛好跟那個哈里特可以打 再來 呃妹妹的話就是有趙雷 還有大趙雷 這個可以打哈里特的招式 所以我就是這樣使用 那我們就開場 就開始打了 實戰 實戰測試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一隊應該算是 新世代麻痺大隊 這一隊很好用 那大家可以去改良 或是說去做調整都可以 我自己是這樣玩 我正在測試這一隊 我覺得麻痺機率蠻高的 昏絕了 開場就昏絕了 他這個就是有時候會機率性的就是開場會直接麻到 有沒有 他這兩隻都被麻到了 一開場就被麻到了 就是這個巴巴樂被動技能組發揮效果 有沒有 所以他們兩隻都被麻到 你基本上就是在那邊 看你要怎麼打死他就對了 就是輕鬆打 所以這邊這一隊真的麻痺很強 就是一堆麻痺角 好 然後要不然就是被昏絕 其實很好用 最主要就是你看 他又被麻痺了 有沒有 他這邊又被麻痺了 所以其實三個run 他被麻痺了兩次 然後這個怪都完全都是沒辦法動的狀態 有沒有 他連動都沒辦法動就被打死 所以我覺得這一隊非常好用 所以我實測 我自己是擺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大家也可以去做調整 就是這只是一個組隊的概念 我再實測一次給大家看 我是覺得這個麻痺的機率真的很高 這一回合沒有麻痺到 這一run沒有麻痺到 所以反正沒有麻痺到他一下就死了 這樣就GG了 他被昏絕了 好 就是 機率啦 但是我覺得機率 直接run也沒有被麻痺到 但是他有昏絕到了 這邊也是昏絕 所以昏絕的話他也是 沒戲唱 反正就是被打 打好玩 他這邊會麻痺吧 他會麻痺了 所以這一隊的麻痺角很多啊 所以這一隊的麻痺角很多啊 好那我們就是 奇怪 這一次就沒有麻痺到 但是昏絕的機率很高 因為被降精神 昏絕的機率很高 還是被麻痺了 最後還是被麻痺了 我就是實測 我就是實測 這一次沒有麻痺到 我再實測看看 多實測幾次 我是蠻常看到他們被麻痺了 就是我有時候在 在玩的時候 這一次也沒麻痺到 阿巴巴的能量風暴 就是也不錯 他就是也可以降精神 剛剛有沒有看到他 就是可以降那兩隻的精神 沒名 這一隊就是不是混就是馬啊 真的滿猛的 又降精神 奇怪了 這一次怎麼沒有麻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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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大罩了也打死吧 反而都是靠 靠主動技 像那個 妹妹的麻痺也是滿強的 個人真的也是很喜歡 白金 白金妹妹這隻 所以他這個 機率阿 有時候就是會發動 機率很高 阿有時候不一定 看運氣 阿但是都刷起來很快阿 這個運氣可能 因為我 我之前玩的時候好像連續 麻痺超多次 我再試一次看看 沒有麻痺到阿 有機率吧 大家就是 看你臉黑不黑 我這個是實測第四次了 但是刷起來都是很輕鬆阿 看旭哥刷就很輕鬆 這隊都是刷輕鬆血液阿 完全沒負擔 然後又可以練能力 你可以把隊伍改一下 改一隻 阿麻痺了麻痺了 這邊麻痺了 這邊麻痺到了 好啦 今天就是實測 個 市場是不是 然後就GG了 麻痺的時候就很想要普攻慢慢 慢慢累積BP 你知道嗎 到這個 好 可以看得出來他麻痺的 麻痺的次數 目前好像是三次 三 其實不錯阿 還真的還不錯阿 算是蠻優秀的角色 好 他最後變麻痺了 妹妹的罩雷也是蠻優秀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錄到這邊 今天就是戰力分析 這個最大的神角 最大神角 最大麻痺神角 好那我們下一集見